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好 又是卡洛斯 幾個星期前我已經開始了 由零開始做Yokalini的第一集 以及已經將Yokalini的Body做出來了 有些口恨的學生就說 趕緊說 還不做它快點 後面的做法我都懂了 就好像全半成品一樣全出來 沒有錯的 如果跟過我做半成品小吉他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接著只不過是裝紙板 貼上弦枕和琴橋 還有就是裝船樓和安裝弦線 搞定啦 你想裝兩點 不是油浸顏色 但我告訴你 今次我由零開始做是不同的 上一次我也有說過 我選擇的木材是 美麗雲參做面板 非洲桃花生木做背板側板 還有琴柄 其他的配件選擇 就怎麼可以隨便 所以我不是不想開始做 我是在等貨員到 終於昨天淘寶到了 我的貨利沙就可以繼續開工了 在完成了由零開始 制作小吉他的後部之前 我先交代了 在我做過共鳴箱的時間 我是在同步完成琴柄 琴柄是什麼 琴柄其實也是一大片桃花生木 要用傳統的木工技巧 去切割和打磨 例如現在我正在用一個 俗稱蝴蝶跑的Spoke Save 去把琴柄的背部 刨得更加順滑 不單止要刨的 因為琴柄的四方八面 都是一些曲面 如果你要將彈琴的時候 左手拿得舒服 其實很多位置 要打磨得更加圓滑 更加流線型 於是我就在垂直沙子機上面 換上一個更加合弧度的滾筒 然後進行打磨 打磨了所有外觀的弧度之後 還有一個位置是必須要打磨的 就是琴柄和共鳴箱接合的地方 因為共鳴箱這個位置 都是有少少弧度的 如果不磨好的琴柄 接合就不會好 琴柄和共鳴箱接合的方法有兩個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做魚美筍 而今次我採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學半成敏感 先轉孔 然後用Dowell木釘去連接它們 由於小結他體積小 延線的張力不是太強 用這個方法是完全夠力的 將來如果要做古典結他 或者文歌結他 就一定要做演美筍 接合完成之後 就要採用筆和粗一個木工沙子 由粗到有 將結他每一個表面都打磨順滑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打磨得不漂亮 之後上重甲七之後 看到一些很粗粗的跑痕 或錯痕出來 你就會很硬硬的 而Combank的部分 更加要特別注意這些橫紋的地方 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打磨得順滑 好了 回來看看我的淘寶貨 這個結他我這麼用心做 當然不會用那些現成的指板 因為這些其實就是一些合成的 我們叫科技木的材料 這次我特地買了一塊1cm厚的印尼玫瑰木 回來做指板 傳統上的結他的指板都是用玫瑰木的 因為顏色厲害 密度又高 戴一些品絲槽下去 就可以有效地夾著品絲 吸了手汗之後 顏色越來越漂亮 接著我也買了一套專門是小結他的品絲 其實你買一條長的回來自己剪也可以 不過我買這套就剪好了 總共有20條 我就未必用得完的 為了好好保養這塊玫瑰木指板 我還買了一瓶指板油 為免觀音投訴把腳 我連上鹽枕和下鹽枕都買了漂亮的牛骨鹽枕 千萬不要問我從零開始做小結他 不是鹽枕都要自己做嗎 你想都想到 難道自己買一條牛回來湯 然後熬牛骨來做鹽枕嗎 用象牙就會自己養大象 所以好像這些鹽枕 琴橋 船樓等等 都是配套了 買成品的 那就不用浪費時間去製作 配件都齊全了 而今次最重要的 我就買了一張透明的松膠七 跟我們在五金店買到那些黑黑黑黑黑的一瓶 完全不同級數 專門為小提琴或者吉他用的 還有一張3M納水 也是樂器專用的 加上一套漂亮的銀線紙板油 就是我今次圖回來的 所有做小吉他的寶貝 可以正式開工 剛才也說過 買回來的玫瑰木 是1cm厚的 用來做紙板就厚得太厚 Eucalyle的紙板 大約4mm厚就已經夠了 於是 我就準備了一把平底刀 打算用CNC 就將它拼薄些 因為用CNC拼 就好過用手刨的 口薄可以更加均勻 而炮到夠薄 要用CNC拼品絲槽之前 我必須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品絲與品絲之間距離的關係 原來包括琵琶、吉他、中軟這類樂器 我們都是採取一種叫做十二平均率的律法 去計算品絲之間的距離 什麼叫十二平均率呢 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先假設 當你按下吉他第十二品的時候 原先的長度只剩一那麼長 當十二品是一的時候 十一品是多少呢 原來可以代入公式去計算 而這個公式就是 1乘以2的12次方斤 也就是等於1.05946 只要你計算得準 按下十一品就會發出一個低半度的音 所以我們經常說 學STEM或者學STEM 這個M字所代表的數學 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代入公式 根本不可能做到一個合音準的吉他 懂得了這個公式之後 你就可以一路計算下去 例如用1.05946 再乘1.05946 就會得到按下十二品的延線長度 如是者 你將這條數計十二次又會點 原來就會去到第0品 也都是不按延線之下的空型長度 而這個長度就剛剛是2了 而懂彈吉他的朋友 一定會知道這兩條延長之間的音高關係 沒錯 就是在同一條弦上面 2的長度 應該是比1的長度 發出的音是低八度的 因為一個八度裡面 就有十二個半音 於是做結他的人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Excel表 例如古典吉他的延長 是645mm 我進入這個表之後 就會計算到按哪個品之後的延長 也可以用645相減這個延長 而得到由上延枕 去到品位之間的距離 而只要將這些距離 一個一個輸入去on shape 最後能夠匯出一個DXF的向量圖 出來 接著再配合CNC軟件去設計到路 那麼多條品絲槽的位置雖然正確 但是都不難做出支曲 要去到CNC機那邊 就要選擇適當的閃刀 這一枝就是0.5直徑的閃刀 非常之容易斷的 真的要小心輕放 只要對好刀 運行G code 機器就會將一條一條 一條紋絲槽 自動地拆出來 過程真的十分療癒 不信你又試一下 由於拆刀真的比較幼 我都不敢配得很快 現在大家看到是快鏡 所以差不多用了一個多小時才拆完 之後只要做一些切頭切尾 打磨的工作 那就可以拿一塊指板去上品絲了 而上品絲的做法相對不是難的 只要準備一個膠椎 用比較硬的那邊 它輕輕搭就可以了 那我就總共搭了十九條品絲 而品絲和品絲槽之間 還有些辣位 我就磨一些玫瑰木的木碎 混合太刀膠去填好它 然後才進行打磨 之後貼指板的做法 就和做半成品差不多 就沒什麼需要特別講了 在等著指板乾的時間 我就用一個模具 就畫了四個調音船樓的位置 然後轉好四個安裝船樓的洞 而等到指板乾了 我又用一個品絲槽 去倒閉一倒閉每一條品絲的倒閣 來到這一步 又有些同學以為好像半成品一樣 繼續做下去 就是用十二格的位置去計算 這個琴橋的位置 然後把它貼下去 千萬不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還未上色 如果先貼了琴橋 就很難上重膠七上得漂亮 我們要做的就是先用皺紋膠 貼了琴橋這個位置 然後就照做半成品的做法 也就是由十二品量度 190mm過裏 而在這裏 正確畫出下延枕和琴橋的位置 只要用割塔 割出琴橋的形狀 然後把外圍的木紋膠子撕去 只剩下琴橋的位置 有皺紋膠子遮蓋住 在上重膠七之前 還要將指板、品絲和程國琴 作一個終極性的打磨 而指板的技術 是絕對不能碰到重膠七的 所以也是用皺紋膠子封起它 至於上重膠七的方法 以前我在做電結他的時候都教過 主要就要準備白布仔和威士 包成一個小球就可以進行了 比起上紋膠 又要油素又要筒仔 所以實在方便很多 只不過這樣 方便就是方便 但用這個方法去搓重膠七 每一次搓上去都是很薄的一層 要搓很多一層 才可以看到光亮的效果 而每搓完一層 要讓它完全乾透 所以用柚紗子去打磨 然後才好上第二層 而這個過程一定不能心急 一心急就前功盡廢 大家來到這裡 你看到我大約做了三至四層 已經有些成績 大家就會開始看到我橫紋地去下重膠七 而我的目的就是把木紋之間的坑 都填一些重膠七進去 只要塗到重膠七 游回一口 我們就會進行下一步 就是配合水磨砂子去打磨 能夠來到這一步 其實已經差不多看到對岸了 你看到現在我的手法 就是打圈式去打磨 假如過程水磨砂子 還有粒粒粒粒 又可以回去用這個步球 再加重膠七 也是打圈的加 最後就做到這個成果 我不敢說可以做到鏡面 但是超過幾十個小時的工作 我覺得已經很滿意 之後就是把指板拆封 而為免裝好沿線之後 會有黏膠的情況出現 我們又用這個打磨工具 在品絲上面打磨一次 令到所有品絲的尖端 都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條件虛可 可以用坐地步驢 加納拋光表面一次 就算沒有坐地的步驢 用手電鑽的步驢 拋光也是好的 最後就是表面用沙咪納水 人肉拋光一次 這樣就很漂亮 來到這裡差不多完成了 先不要忘記要遮蓋 這個琴橋的皺紋膠紙 然後用一點壓力 把琴橋貼上去 而上弦枕的位置 也要做一點打磨的工作 才可以貼上弦枕的 而真的去到最後一步 就是安裝四個調弦旋扭 以及裝上弦線 就可以進行調音的工作 在整個調弦的過程裡面 我一直聽著這個剛剛出生的小結他 發出清脆的聲音 真正覺得過去幾十個小時的功夫 是沒有白費的 如果要對我的作品下評語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用了面積比較小的卡字做音孔 所以音量比較一般的小結他 是比較小的 但是音色方面是很好的 而由於我用了CNC機器 來代替人手作品絲槽 音準也是異常的準確 尤其是所有的反音 都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如果兩集都有看完 朋友應該看到卡路斯 花了超過幾十個小時 去製作這個由零開始的小結他 就算這個小結他能夠用二千元賣出去 你想想性價比也很低 但我可以跟大家說 動手做的價值絕對不在金錢上面 因為透過整個琴由頭製作的過程 讓我更加了解一個小結他構造 而做完出來的產品 你問我自己滿不滿意 其實我有很多地方不滿意 例如琴的音量不夠大 以至於琴身的拋光 始終都有些瑕疵的存在 正正因為有這些瑕疵的存在 可以讓我下一次做的時候 更加有改進的空間 就好像做完這個小結他之後 我已經問我 希望做一支古典結他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我如何從頭到尾做一個古典結他出來 記得留意我之後的影片 好 我要留一點時間來練小結他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 很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